盘点罗杰最核心的五种能力 霸王色缠绕攻击是标配 剑文杀也显得有点低级 最强的两种技能路飞都会 第一技能 强悍的剑术 罗杰没有吃恶魔果实 算是一名地道的剑士 他手中的配刀叫艾斯 也是一把无上大块刀 香克斯从小在罗杰船上长大 他拥有能匹敌世界第一剑豪鹰眼的剑术 不出意外就是罗杰传授的 在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 罗杰仅仅用了一招神秘 就轻松搞定了玉田 要知道 玉田是来自和之国的武士 剑术造诣必定是最顶级的 能被罗杰一招打飞 也印证了罗杰的剑术很强 说他是鹰眼之前的世界最强剑豪 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二技能 强大的霸气 凯多对战路飞的时候说过 恶魔果实不算什么 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 还特意强调了 罗杰没有吃任何恶魔果实 一样能成为海贼王 从此也能证明罗杰对霸气的修炼确实强大 罗杰的武装色达到什么水平 剧中并没有明确的交代 能与擅长武装色的铁拳卡普交战几十年 对武装色的修炼自然不会逼卡普落 在剧场版Ride中 香克斯展示了最强的剑纹色 并不是所谓的预见未来 而是将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 让敌人的剑纹色失效 也就是所谓的剑纹杀 罗杰既然能称霸大海 剑纹色也不会比任何人弄 也应该掌握了剑纹杀 罗杰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 在无名小岛与白胡子战斗时 艾斯与丛云切互相碰撞 刀刃没有接触在一起 至于霸王色缠绕攻击有没有高低之分 暂时还不好确定 第三技能 倾听万物 目前拥有此项技能的人并不多 陆飞就是其中一个 能听到世界万物的声音 对战斗力有多大提升还不确定 倾听万物是比霸王色更加稀有 必定不会是废材技能 有人说 罗杰对战金狮子的时候 就是听到了大海的声音 预知了暴风雨的到来 才战胜了非空海贼团 第四技能 白嫖色霸气 罗杰出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遇到雷利不仅白嫖了一个副船长 还白嫖了一艘海贼船 陆飞的白嫖色霸气不比罗杰差 从出海开始 不管是伙伴还是船只 哪样不是白嫖来的 难道说 成为海贼王的关键不是找到路标历史证文 是拥有白嫖色霸气吗 欢迎海米留言讨论